大家好 我现在身边是一位警官 来自青岛的 他就是交通警 公警官 就是交通民警 交通民警 普通也是一线 之前同时还有一个交通的栏目 对 那么我现在是跟他一起 正在录制超级演说家的录制现场 正好这两天 这个网上都在热议 就是上海的一起惨剧了 就有一个肇事司机 把一名警察 算是我们的战友 叫毛胜泉 今天是 然后被拖行了一百多米 因公寻知 我们在微信上都看到这种消息了 你作为一个交通警 你看到当时的视频画面 你的感觉是什么 非常震撼 因为这几天 我们青岛也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 就是我们在派出所的一个民警 在追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被车压过去 撞倒了又压过去 就是迄今为止 他现在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生命体征只有10% 我们全体的青岛的民警 都在为他祈福 同时我们也期盼 就是因为听说他的那个毛胜泉的妻子 就要临盆了 对吗 对 我们也在期盼他能够顺利的 生下属于自己的宝贝 但是这个事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很震撼 你觉得当时这个赵氏司机 他是不是对这个警察有气 当然从他的这个交代上来看 他似乎说他不是故意的 但是你觉得他为什么会对这个警察有气 我其实倒挺愿意相信他说的 他不是故意的去撞这个民警 因为真的是我们这个交通警 和这个驾驶员之间 我觉得都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就是我们就互相的交通违法的事 但是交通违法 我们出发点就是为您好 那么当时呢 我看到这个视频 里面那个驾驶员有两次 他提到过一个词叫做刁难 对 说我们民警刁难他 对 那么这个当时毛盛权 我们在现场 他是曾经两次提醒过这驾驶员 对 就是说你这进入执行车道左转了 这是违法的 但是在第二次 他还是一意孤行 一百米 短短的一百米 就是生死的距离 对 要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不愿意看到的 他这个现在在网上 有网友这个抄出来啊 就是这个赵氏司机啊 好像在他一两年前 他这个微博博客里头啊 他好像有对这个交警的一种气 你看比如说有网友抄出来 就是他经常写一些 就是说你们的人民的仆人 就是要玩你们 对吧 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不是你觉得平常 这个有些司机会觉得交警 这个跟他们为难 或者说交警 执法的时候的态度 让他们不满意 其实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 但是其实这样的事确实存在的 就是我在执法当中 不是我们在平常一线执法的时候 也经常会碰见一些不理解的 甚至很不客气的 就是你在找我事 你只要是罚我 你就是找我事 你刁难我 对吧 为什么这么多违法的 你不罚他们 对啊 非得罚我 对很多时候我们就有这个问题 说那么多闯红灯的 你怎么就逮我呢 这个怎么看 我做节目的时候 我也碰见过这样的 就是我抓了一个不及安全带的 就是在我纠正他的时候 他一直在身边的 只来来来 你先把这个弄完了 正好身边的车一辆辆的往这过 这驾驶员就是 你纠正这辆 你再纠正这辆 你把他们纠正完了 你再来抓我 我估计每一个交警 都能碰见这样的问题 对啊 当时我是怎么答复他呢 我给他讲了个小故事 就是大家都听过那故事吧 小男孩 一个大风暴过去了 沙滩上很多搁浅的鱼 小男孩 一条鱼扔进去 一条鱼扔进去 回归大海吗 旁边有一个中年男人过来说 孩子你这样 能救几条鱼啊 对他们能管用吗 这成千上百的这鱼 小男孩拿起一条来 对这条管用 再拿起一条来 对这条管用 我说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说交警这个执法的时候啊 有没有这种 看谁不顺眼的 这种主观上的倾向 你觉得人 可能都有主观与客观 但是你要严格的区分 对主观与客观的话 我觉得不现实 我们最终的衡量标准 就是首先 你有没有交通违法的行为 对 你违了张 那就什么都别说 如果说您走得好好的 我干嘛去找您呢 对吧 这个我看网上也有一些调查 就说这个咱们国家呀 实际上连续十几年 在全世界啊 车祸死亡率都是排第一 说是我们以这个汽车呀 全世界保有量3% 但是制造了全世界16%的这个死亡率 有些人呢 就是归咎于什么司机的素质低 你觉得除了这个之外 有什么 我们交通管理方面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也在百度上看到这条 相应的这个数据了 对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这数据是否可靠 我宁愿不相信这样的数据 但是这组数据呢 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了 我们现在急需管理 与整段的一个交通的现状问题 我觉得和司机素质有关系 但是更广的 不光是司机的素质 和我们交通信号的配实 和我们标签的实话 以及我们道路标志标牌的摆放 以及我们每一个路口的优化 都会有很大的关系 你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标识会有什么问题 打比方说我们的标识吧 第一个会让你可能看不清楚 你看到标识之后 你不知道前行的时候 应该是左转右转直行 还是照一个弯回来 这就是我们的不一目了然性 很多时候 你比如说我们到了北京了 你真的不会走 有一些很奇葩的桥 被网友纷纷吐槽的一些桥 就能看懂这个牌子 那就基本上可以上 这个长青藤大学了 而且是理工专科 对吧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 就包括我们的 你在一个 有的时候你会见到一些 很有意思的情况 在一个全路段禁停标志的 我们都知道这标志 一个圈圈一个叉 对 就是在全路段禁停标志 在全路段禁停标志底下 还同时还配有停车线 你说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 因为我们何去何从 有时候真的是让驾驶员 也有点迷糊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网友提问 他说你看 这个国外好像很少见到警察 站在十字路口 说十字路口不是都有 那个交通灯 红绿灯吗 为什么老让交通警站在十字路口 他要指挥交通 这也很危险 这国外我没去过 我还真不知道是不是有 但是在我们国内肯定是有 当然这个我可以跟您这么解释 就是说如果我们仅靠 现在的交通配时 这说明我们现在还需要一个 长途进步的过程 如果仅靠交通配时的信号灯 就可以理顺的话 那真的就不需要交警了 但是现在在高峰期呢 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路口呢 因为我们要按照路口的 实际的车流量 来规划哪一个路口先放 哪一个路口后放 有可能您是红灯 你肯定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可能你是红灯 我交警白手让你过来干嘛呀 绿灯那个口没车了 我不是资源浪费吗 这会我就得让您过 如果不这样来放的话 咱们这个高峰的压力 简直太大了 每个人都感受到这个 所以你说做一个交警啊 他这种生命安全 甚至整天这个吃尘呢 吃土啊 这个对你们这个行业的 这个怎么说呢 对你们这个工作热情有影响吗 还好 我们现在已经配口罩了 配口罩 他是这样的 其实以前真的是有规定了 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规定 就是交警不准戴口罩 影响警融 他现在也是以人为本 对吧 从人情出发 我们交警也是人的 因为我们也得 是不是平均寿命更短的人 也得呼吸 对吧 也得呼吸 然后这个 其实像在现在的 这个环境的污染 以及尾期的排放啊 对我们这真的是有影响的 你包括这个 晚上回家之后 你会看我们的衬衣领子 这个交警的白帽子 有很多人就说 交警的白帽子 白手套没有一个干净的 这不是我们埋态 它真的是脏 是我们环境挺脏的 你说现在的交警 怕不怕自己的这种生命 或者健康的危险 还干这个职业 你说不怕这些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 首先咱得这么理解 首先我们交警是人 对 其次我们才是一个人民交警 或者是人民公安 对我得有一个人的 基本的生存需要 但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 我也没有办法 其实很正常 就好像你们的 东方老师 您要干这会儿 也得加班加点 也得熬夜 你明知道熬夜不好 对 您还得熬夜 但是对于这个行业的忠诚度 或者说我们心里面的荣誉感 等等等等吧 我就不唱好听了 我们就说时时即即的 我干了这活 我就认了 那你们觉得平常 能保持心理健康吗 我努力保持吧 好吧 心理健康 咱们这个工警官呢 参加我们超级演说家 我当导师啊 刚刚他这个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恰恰就是讲到了 上海这位交警不幸 这个以身殉职的这个事 所以呢 我就拉他来啊 接受一段采访 感谢 感谢工警官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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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